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明亮跟明朵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憨字呢 是拜 它在加货文里面呢 它是一个灰意词 你看,这个字啊,它是这样写的 我们看啊,这个字 这个字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被 在古人来讲 尤其是在印上的时期 所以要出下总园 这个美丽的被阔 总园人很难得到的 所以大陆一种宝贝 尤其是这么着后臂一样的 我稀为贵嘛 所以这个到底就是一个宝贝 这个呢,是一个棍子 这是一个手,拿着这个棍子 对着这个宝贝 这个被,用棍子敲上去 把个宝贝打碎了 敲碎它,有的是写的 够,一个武器 直接就拿个被敲碎掉了 你说把那些宝贝啊 这个金钱啊,物质啊 甚至是呢,记忆式的礼器啊 都敲掉了 你说这不就是败坏吗?毁坏吗? 对吧? 这个贝,它的原意 就是从这个地方搁来的 下面呢,我就把这个字啊 它这个不同的文体 它的写法 内容是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国外的这个贝 这个字,它记忆过它这样写 这是个什么呢? 这是个古代的冷冰器 构 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贝 把这个冷冰器这个构 敲到背上去 敲坏了 这是一款写法 它第二款写法呢 它是这样 这边是一个贝 这是个贝 这边呢,是一个磅 这是一个手 拿到一个磅 把这个博背敲坏掉了 第一线款的写法呢,它是这样 这边也是一个背 这个背的写法 也是不一样 这个背写的这样子 这边也是一个磅 把宝贝都搓坏掉了 第四款,它写的一个顶 这边呢,也是一个磅 把这些宝贝都敲掉了 这不就是背加紫吗 这个背就是这样来的 这些经文里面的写法 基本上和家伙们 继承下来的 仅仅在纸巾上面呢 总是有一些标法 它第一款它写的这样 这是两个背 手上拿个磅 把一个博背敲坏掉了 手上拿个磅 第二款呢,它写成这样 它这里也是两个背 这个磅呢,它写成这样 它这里也是两个背 这是一个手 这是经文的第二款 第三款,它和第一款的写法 打替相同 它把这个棒呢,它写成这样子 手呢,写了个右 这是经文第三款 经文第四款,也写了一个背 这是经文第四款的写法 经文,也加了四款不同的写法 所以小砖呢,它就是 基本上就是继承经文的这种写法 这儿写了个背 然后拿一个棒 把这个博背敲坏掉了 历史里面 它也是这样子 一般形成下来的 然后它也写了一个背 历史,它就现在这样子 开手,都是把宝贝敲掉了 背这个字 很好理解 把宝贝也好 顶也好 全部都敲掉了 这就是一个背夹子 因为坏了 所以呢,它就历史 手也坏掉了 变质了 就是在人鱼里面又加一句话 鱼碎而肉贝不舍 也就是说 鱼和肉 变贝腐烂了 是不能吃了 另外呢,这个背呢 它历史是什么呢 是甩落啊 吊蚕啊 等等意思在里面 好,今天我们就把 背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